在大瓦灣石化區 我國首個商品5G加工業互聯網建設項目 建成並投入使用 項目構建了業內先進水準的工業互聯網平台 和數字化轉型中心 通過數字技術實現了傳統生產方式的更新迭代 實現了5G防爆智能巡檢機械人 5G加AR遠程協作 5G作業AI監護等8個項目 並不斷拓展應用場景 在智能減排、綠色環保等典型場景 才得明顯成效 我们跟惠州移動進行了这样一个联合 他们在我们这里形成一个5G的装网 我们通过5G把现场设备的 比如它的温度 它有没有震动方面的异常 就是把我们能够快速感知 快速判断、快速决策 这样一些信息化 和我们的生产基因管理行为进行结合 自至目前 惠州市在汽车、电子、石油化工等多个行业领域 以累计打造了21个省级数字化转型标杆示范项目 上规模的龙头企业数字化转型 极大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能 降低了生产成本 为广大中小企业 起到了无范带头作用 据统计 今年1月至7月 外州已推动2600多间企业上云上平台 其中工业企业872间 新增259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数字化转型 提前超额完成 延导目标任务 至此 全市累计上云企业 超1.7万间 通过数字化负能 全市不少企业跨入云端 实现钢本体质 增效钢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